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每过10年就会发生一世危机 最近的87年 98年 08年 18年 包括哪怕不是危机的危机 就会通过印钞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经济危机 大家要知道 在卫生事件发生后 丑国印出的钞票 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现在30%的丑元 是在这是卫生事件之后印出来的 其他国家大体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印钞是解决经济危机 解决这些所谓的短期困难 最佳的一种方式 全球的殃妈几乎打成了一字共识 就是因为1929年大萧条 丑国没有印钞 没有超发货币 导致了死后的灾难 所以现在凯恩斯注意盛行 只要一遇到经济危机 印钞是最好的策略 而且印钞还有一种结果 就是说对整个社会 穷人变富 富人变穷 社会向下向上流动 是有好处的 每一次印钞 每一次超发货币 每一次危机 都是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 这就无形的打破了 原有固有阶层的一个格局 这个时候不是说你有钱 就是你一直有钱 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 有人起来了 有人落下了 它是有一定的好处 不是说完全是负面的 但对于一个大部分的 普通人来说的话 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 对你来说是个绝对的利空 绝对的利空 这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财富 这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财富